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恩导师 感恩美丽的营运长 给慧芬分享歇天的机会 那真的我们来到超级生命密码 就选择了一个正确 简单有效的这个系统 那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真的让我们的人生 越来越丰盛 那慧芬回想在还没进超码之前 那时候的心情 虽然是也是过得生活非常富足 可是那个心里深处的空缺 就是缺了一大块 那跟真的 慧芬进来超码最大的课题 那就是跟女儿的课题 那也因为在每一次的这一个大小课程的跟着导师学习 那的确也让慧芬了解说 其实我们跟着学习 然后得资粮其实也很重要 那跟着就是买票啊 就是积极的营造自己的得资粮 然后接引有新朋友 来到我们超级生命密码学习 那也本着这个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这个理念 那希望接引更多的善良有缘人 来到我们的系统 跟着大家一起成长 让这个社会 让这个世界都能够越变越好 那慧芬在透过这个每次导师的 非常感恩导师 每次办的这个活动跟课程音乐会啊 那在票务的推广方面 还有自己真的就是也积极的 就是购票 来跟朋友分享 那也因为这样啊 让慧芬的这个事务所的业务啊 蒸蒸日上 那因为现在警惕真的非常的不好 那同业啊 同业的业绩下滑50% 真的非常的严重 因为停业啊 就是新设立的公司非常少 但是啊 那个停业的客户啊 非常的多 那其实汇芬的事务所也是有客户停业 可是呢 就很多新的新的客户啊 就有很多的贵人啊 一直介绍新客户来 所以汇芬的事务所的业务 就是不降反征喔 现在是超过三十几年来最多的客户数 所以啊 真的非常感恩在超马的学习啊 让我们时时的补充自己的能量 那所以啊 在跟客户谈话的时候啊 真的 我们讲什么 客户也大部分都会配合 所以当自己的能量提升啊 其实真的可以影响到周边的 这一个很多的朋友跟家人 那也因为汇芬啊 就是在票务上的推动啊 真的呢 女儿跟汇芬的这个非常大的课题啊 也在上个月得到最大的和解 那以前汇芬那个女儿跟汇芬是 什么事都是一眼九鼎 可是啊 现在竟然可以 什么心事都跟汇芬谈喔 那也因为这样子 真的 让汇芬觉得说 其实啊 这人生没有什么难体耶 我们在超马学习啊 观观难过 观观过 那真的可以透有自己的 愿心愿力 跟自己的如法之修 真的可以让自己的生命是 无限的丰盛跟幸福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就是 汇芬在跟客户帮 客户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啊 那最近不是有一些 就是在去年 去年有那个纾困贷款嘛 那纾困贷款 客户就在办纾困贷款的时候 他原来就说 这个业务他们自己要成 他们要去办 就请他们自己公司的小姐 来处理这一块 结果啊 哎处理以后啊 他们竟然没有通过耶 然后就打电话给汇芬说 我觉得还是要请你爸妈才有办法啦 我说那你这个是跟行政院申请的嘛 你没有办法处理 我应该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是同样一个单位啊 那他就一直讲说 我就相信你啦 反正我觉得你可以帮我啦 我先生也说一定要跟你拜托啦 我真的一直鼓掌你知道吗 那一直讲一直讲 那突然间有一个讯息啊 那时候刚好我们在练习 太阳里面转运吧 那有个信息就就下来了 就跟慧闻讲说 你就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 好 那我就想说好啊 那不然我就来踹踹看嘛 那接下这个case以后啊 真的就是帮客户去送件 那这个送件他有前置的作业 前置作业就需要去 国税局去处理一些 这个并登的这一些手续 那在做完了这一些手续完成以后啊 真的送件出去喔 结果真的就在两个礼拜后啊 就核准下来了 而且核准下来喔 原来客户自己申请的一个 这个他申请下来的是九十几万的补助 可是经过汇分这样子给他弄一弄以后啊 就下来就一百三十几万喔 对那客户啊也真的非常感谢 感谢我 然后接下来他就跟我讲说 我真的这个原来就没有办法拿来的钱喔 竟然就这样子补助就是补助盘就下来了 而且啊又多了好几十万 结果他就会给 汇分这个七位数的 的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奖励啊 对真的 所以说我们喔 真的要非常感恩天地喔 感恩导师感恩营运长喔 真的若非天地何来风喔 我们有天地来做我们的后盾啊 来到超级神秘密码这里有天地可靠 有导师可靠 还有我们美丽的颖运长 一路这样子的带领我们喔 让我们可以布向丰盛幸福美满的未来喔 所以大家呢要紧紧的抓住 超级神秘密码的这一条金线喔 好好的跟着导师的脚步 跟着云运长的脚步啊 我们大家一起迈向 丰盛喜乐的未来喔 好那以上是汇分的分享 感恩大家的聆听 感恩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